为期一个月的新北市商圈嘉年华登陆发票抽大奖活动 11月1号上午在市府一楼大厅公开抽出前三名的幸运得主 来自信庄的蔡先生以505元的发票登陆 幸运抽中百万休旅车 让在场的民众都相当羡慕 新北市商圈嘉年华抽奖活动 百万汽车得主出炉了 11月1号上午新北市进发局在市府一楼大厅 现场举办最后的压轴抽奖活动 幸运的三位民众分别获得电动机车 按摩椅以及百万休旅车 经发局表示今年总共登陆的发票比数超过300万笔 登陆金额约18.4亿元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次登陆的发票总数超过300万笔 它登陆的金额也超过了18.4亿的这样一个商机产生出来 这样一个金额是远远超过去年的11亿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活动让新北的厂商新北的商家 能够感受到消费的一个增加 幸运抽中百万休旅车的得主是来自新庄的蔡红明先生 他表示登陆的发票金额为505元 当时是购买孩子的文具用品 而且一直到这个活动后 在第一天就上网登陆了 能够如此幸运自己也不敢置信 很荣幸得到这次是新北市办的这个活动 也能够抽到这次的汽车 我现在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也非常的兴奋 为期一个月的新北市商圈嘉年华 除了将各商圈特色介绍给民众 也成功带动在地店家营业额成长两成 经发局表示 未来将持续推出各式活动来活络地方观光 记者杨榜友张芳琪新北市采访报道